去年年底的时候,苹果发布了新款搭载M1 Max和M1 Pro处理器的MacBook笔记本电脑 有一款原装的140W出现器一直没有给大家做详细的体验评测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补上这一期的内容 这是市面上首款支持PD3.1的充电器 新款16层的MacBook Pro也成为了第一个支持PD3.1快充的笔记本 下面我们直接进入正题来看看这款充电器的详细体验评测 这款充电器上市已经比较久了,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外观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依然是延续了自家充电器的设计语言 白色外壳,中间有一个苹果logo 输入端是可折叠可拆卸的插角,里面带有一个接地端子 插角上带有充电器的输入参数信息,2.5万250伏交流 CH677-1725,梁维China 梁维是苹果充电器插头的三大供应商之一 插角里面的序列码曾经是判断充电器真假的主要依据 可以通过我们的PWZ以及连接电脑号都可以查看这个序列号 但是随着现在仿造技术的提升,这些序列号都是可以后期烧录的 所以现在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个判断 总之就是序列号能对上的,现在也不一定百分百就是真的 但是如果对不上,那一定就是假的 输出端是USB-C接口,白色胶心 参数部分,型号是AR452 制造商为伪创力电源东莞有限公司 输入是100-240伏,50或60赫兹交流,2A 输出5-3,9-3,15-5A,20.5-5A,28-5A 已经通过了3C,KC认证 再来看一下三维,长宽高是96x75x28毫米 体积约为207立方厘米 功力密度约0.67瓦每立方厘米 重量约为267克 相比上一代96瓦充电器,看起来只长了一些 具体里面的用料,大家可以回看我们的拆解报告 总之,苹果似乎并不太在意体积功率密度这些方面 协议部分,使用PowerZ KMLC读取 显示支持PD3.1协议 以及5-3,9-3,15-3,20-4.7A 以及28-5A电压档 最大输出功率140W 介入性部分,之前已经给大家做过完整的测试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回看一下之前的那期 这里简单回顾一下 由于是纯PD协议,更多的还是为自家设备打造的 所以除了自家设备表现不错之外 其他安卓手机的功率表现就比较一般 因为缺少了PPS的支持 所以能突破20W就算是很不错了 主要还是更适合苹果以及其他笔记本电脑使用 全程充电部分 为16层MacBook Pro充电 最高功率为129W 充电电压全程维持在28V 25分钟后开始分段降低电流 最终1小时49分结束 看一下全程曲线 原装140W充电器 为MacBook Pro 16半小时充电56% 1小时充电87% 全程1小时49分 待机功耗部分 28V50Hz的空载功耗为0.162W 一年的损耗是1.419度 以0.6元的电费来算 一年的电费约为0.85元左右 110V60Hz时空载功耗为0.113W 一年的损耗约为0.989度 以电费0.6元来算 一年的电费约为0.59元 转换效率部分 220V50Hz五个档位下 AC输入端功率和USB输出端功率 效率从87.41%到93.34%不等 110V60Hz下 转换效率从88.95%到93.48%不等 文波测试环节 国家标准要求是不高于200毫浮风值 首先 苹果140W中间器在220V50Hz交流输入下 9V0A空载文波最高为184毫浮风值 5V2A输出文波最低为20毫浮风值 110V60Hz下 9V0A空载文波最高为184毫浮风值 5V2A输出文波最低为20毫浮风值 温度测试环节 以28V5A 140W功率 持续输出一小时 全程至于25度和温箱当中 一小时后 苹果140W大化价出现器 前面最高温度为52.5度 背面两个面最高温度为55.5度 110V电压下 前面最高温度是56度 背面最高是56.3度 在这个功率段 整体发热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只有50几度 将中间器档位调至28V5A 以140W功率持续输出一小时 测试过程中 电压电流乘水平直线 我明显不懂情况 长时间满载使用也相当稳定 作为市面上首款PD301充电器 也是苹果首个大化价充电器 苹果并没有像其他厂商一样 去极致地追求小体积和轻量化设计 而是继续平稳前进 输出依然是以PD协议为主 并没有加入对PPS的支持 当然那么多自家设备 也同样是纯PD快充 虽然是支持140W的快充 但是需要搭配特有的MySafe充电线 以及MySafe充电接口 才可以发挥最大输出优势 不然的话就只是个普通的100WPD充电器 以上就是关于苹果140W充电器的体验评测 别忘了一键三连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并且重大输出优势